花莲市公所图书馆园区 7月份举办多场手作的课程 第一个星期假日登场的是 精油防蚊三宝的DIY 邀请到精油达人 现场教导民众 亲手制作防蚊膏、防蚊液和防蚊乳液 采用天然的材料 制作使用的生活用品 让大家用得安心又顺心 花莲市公所图书馆的生活艺能教室 还有乐林学识教室 在7月份开办了多场手作课程 以贴近民众的生活需求为主 邀请到各个领域的专业老师 指导民众亲手DIY 我们要贴近市民的生活 所以我们这边开的各项课程 都跟市民的生活的各方面息息相关 那最主要就是使用的课程 你做的东西在你的生活周遭都用得到 所以民众对于这样的活动 都非常的热烈的参与 回忍生活艺能教室 暑假期间开放许多的手机 手作课程 那7月份呢 11号还有一场式的手机扬声器的陶逸课程 然后18号呢 还有亲子漂流木的创作营 然后欢迎大家到花莲市立图书馆的粉丝专业 报名参加 7月份第一个星期假日 开办的是防纹三宝DIY 邀请到精油达人 教大家采用天然材料 制作安心安全又实用的防纹用品 因为我们想说用天然的方式自己去制作 那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自己使用的材料是什么 相对的我们就可以信任我们使用的材料也相对安全 那因为我们使用的也是天然的东西 所以我们的效期大概都是半年 所以刚好今年的夏天就是半年左右 我们的防纹三宝就可以让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夏天 我们就是自己DIY 然后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们自己来做 那我们都是用很天然的配方 那像我们的油品就用安地罗巴果油 它就是可以止氧也可以取稳 对所以大家今天看到我们的材料这么天然 其实学员都很开心 花莲市工作表示 后续还有几场不一样的手作课程 名额有限 想参加的市民朋友 要赶快向花莲市工作网站来查询报名 借旅会欢迎市报导 在买难上 Okay! ですね! luckily大家在 mater母带上 KALL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